大家好,又是MJ魔法傳導CRV 之前已經教了日裝、晚裝、派對裝 今天我會教大家有個性化妝的妝容 其實一些化妝的個性妝容 我們會用一些線條和顏色的對比去運用 去做一個特別的效果 我們全新MJ的Light Hunter 我們的雙面扁平筆頭的設計 其實可以很靈活地畫一個很幼和粗的線條 而原彩魔法眼線翼 亦都可以幻化我們的眼妝 令到眼妝很美 我們這個眼妝的重點是眼線度 我們首先會用紅色的原彩魔法眼線翼 這個眼線翼會畫粗一點、織起一點 整個眼皮都塗下去比較誇張 但有很多朋友會覺得紅色會比較眼腫 所以我們會用Light Hunter Light Hunter做一個內眼線 所以眼睛會比較精神 而最後我們會用紫色的原彩魔法眼線翼 我們最主要是做一個眼頭 做一個亮的位置 讓眼睛睿亮一點、鎮亮一點、時尚一點 做完眼線之後 我們會用一些眼影 我們可以用一些藍藍和珍珠的顏色 做一個漸變 讓眼妝做得顏色和型格一點 做完眼影之後 我們會用睫毛底箱 令睫毛增長一點、鎮亮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再加持久捲竅激長睫毛液 可以做一個拉長的效果 令睫毛比較捲曲 和長一點 但其實不同的妝容 如果你想睫毛有不同的效果 可以用我們其他MJ的睫毛液 都可以做到一個很鎮的效果 為了配合我們一個比較鎮亮的眼妝 我們胭脂和嘴都會做得更濃一點 比較紅一點 我們用一個比較紅一點的胭脂 塗在Apple Cheat的地方 令到面色紅潤健康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再加一個Lip Gloss 做一個蜂型潤窄的嘴唇 今集我魔法傳道士想給大家提示 如果我們畫一些紅色的眼線 我們可以畫粗一點 因為出來的效果會明顯一點 但要記住 我們會用黑色的眼線 來畫一個內眼線的地方 為何可以令到眼睛精神一點 而我們紫色的眼線翼 我們可以做一個眼頭的地方 但記住不要塗太多 因為塗太多會像眼袋一樣 不漂亮的 如果想得到MJ全新的Light Hunter 記得上我們FacebookFan page 去玩有想問答遊戲吧 在這次國會學習小了 我們給大家看 你這裡的酒吧 好如何